单身大妈坐飞鸡也要吃的萝卜干 真的好吃吗 她就是全重庆最惨的男人 就因为不会做萝卜干 老婆和别人跑了 我就喜欢吃萝卜干 于是带着女友闺蜜 一起研究出了麻辣萝卜干 香甜干脆 让众多单身大妈坐飞鸡也要来吃 她这不就是普通的萝卜干吗 而且我发现她的所有视频都是这种风格 各种狗血剧情 让我不禁思考 我要不要去做萝卜干呢 嘿嘿嘿嘿嘿 打回来了 18块8两盒 价格我感觉还是不贵的 我们打开 这样看起来跟普通的还是有点区别 确实好多辣椒 麻辣萝卜干 高山种植 青盐腌制 看它的成分 滋质那些还是挺齐全的 配料是萝卜干 植物油 辣椒 芝麻 食用盐 白砂糖 花椒 辛香料 葱姜 蒜 食品添加劲 你的东西确实没少放 这样看起来确实挺有食欲的 而且还挺下饭的 你来一个 它这一片一片还挺大的 我怎么吃出了一股火锅味呢 就是那种调料的味道 它的脆度确实还可以 但我感觉是比较湿的 它跟我平时吃的那种萝卜干 味道确实不一样 它的调料是真没少放 吃起来就特别熟悉 难道还说不出来它味道 整个来说就是以辣为主 以麻为辅 咸度是中等 确实还是挺下饭 对 它应该是有点像那种辣条的味道 蛤 整个吃下来我感觉还可以吧 至少 不用坐飞机就能吃到 哈哈哈哈